接上集 叶三秒几人从拍卖场出来后 就回了临安村 刚回到家 叶三秒把小胖也叫了过来 刚准备张罗点饭菜 和赵德厚好好喝几杯 他的大哥大却在这时想了起来 喂 是叶先生吗 电话中传出一个略显低沉的声音 叶三秒想了一会儿 才想起这声音的主人是谁 周德峰 赛狗场的老板 周老板 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周德峰沉默了片刻 叶先生 你现在在呢 我想去和你聊几句 不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 叶三秒转念一想 便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好 你过来吧 我家在临安村 你到村子的时候再给我打个电话 我去接你 三人进厨房忙忙碌碌 做好了几个菜 等摆上桌的时候 天已经完全黑了 又等了大概十多分钟 叶三秒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 我到村口了 等着 我这就过去 我跟你一起去 怎么说都是老鼠人了 叶三秒也没反对 只是扭头对小胖说道 小胖 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会儿 我马上回来 说着话 还对着小胖微不可查地挤了几眼 小胖心领神会 放心 我绝不投资 小胖办事还是很靠谱的 叶三秒这才放心地和赵德后 一起向村口走去 只要今天还没过去 就片刻不能松懈 还是得让小胖守在方清云身边 叶三秒离开没多久 门口突然有人喊着方清云的名字 巧秀 你怎么来了 张巧秀是他的工友 不过 两人一直都没什么交集 上班的时候也不怎么说话 平日里碰到了 也只是打声招呼而已 所以对张巧秀的突然登门拜访 方清云觉得很奇怪 清云 快跟我回厂礼吧 厂礼出事了 啊 怎么了 方清云心中一紧 张巧秀慌里慌张地说道 你手下的两个员工打起来了 谁都拉不开 你快过去看看 打起来了 谁啊 为什么打架 王爱琴和李香莲 好像是因为王爱琴说你坏话 李香莲不乐意了 两人半了几句嘴 火气越来越大 然后就打起来了 方清云还要说什么 张巧秀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哎呀 你先别问了 先跟我走 不然一会就闹出人命了 小安 你跟小胖叔叔先在家里玩 妈妈出去一趟 跟爸爸说 吃饭别等我了 小胖哪赶大晚上 让方清云一个人出门 方清云前脚刚走 他就带着小安悄悄跟了上去 走着走着 方清云就觉得不对劲了 巧秀 这不是往服装厂的方向吧 清云 没有错啊 我带你走的小路 你跟着我走就行 小路 这里有没有小路 方清云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时候他就算在着急 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巧秀 你到底想干什么 厂子里根本没人打架 对不对 我骗你干什么 清云 咱们在一个车间这么长时间了 难道你连我都不信 清云 快走吧 不然真的要来不及了 你到底想干嘛 你不说我就不去了 我要回家了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一个小树林里 传来一道阴冷的声音 回家 现在回不回家 可不是你说的算了 巧秀 你为什么要害我 清云 对不起了 我也不想这样 妖怪只能怪你得罪错人了 很快 从树林里冲出了几个人 将方清云围了起来 跟在后面的小胖看到这一幕 火冒三丈 他没想到方清云居然会被人陷害 小安 你先在这里不要动 找个草丛躲起来 千万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小胖叔叔去保护你妈妈 我看谁特么敢动我嫂子 只见小胖手里拿着个石头 冲了上来 江方清云护在身后 小胖 他们人多 你别冲动 快回去叫人 呵呵 回去叫人 晚了 你们今天谁也走不掉 给我伤 嫂子你退后 不要怕 有我在 没人伤害得了你 小胖大喊一声 就跟几人殴打在了一起 架不住对方人多 手里又有武器 小胖多半是在挨打的份 没多久 小胖便浑身是伤的躺在地上 腹部还挨了一刀 不停地流出鲜红的血 方清云也被两人围着 他们手里的棍子 不停地打在他的身上 就在这时 夜三秒几人赶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 一个个火冒三丈 他把周德峰接回家的时候 就听到村民说 清云跟着一个女人前往了工厂 他心里隐隐觉得不安 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三人从车里拿上铁棍 就冲了上去 棍棍倒肉 将对方几人打得连连惨叫 直到他们跪地求饶 才停了下来 你们两个看住他们 等会再收拾 我先去看看小胖 小胖还撑得住吗 夜三秒一把抱起小胖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三秒 我没事 是我没保护好嫂子 让嫂子受伤了 小胖虚弱地说道 夜三秒看着浑身是伤的小胖 心里像被扎了一样难受 三秒 我好浪 你说我会不会死啊 不 你不能死 你要给老子好好活着 你还没娶媳妇呢 对呀 我还没娶媳妇 我不能死 小胖说完就昏迷了过去 夜三秒不敢耽搁 生怕小胖出了什么意外 赵大哥 你去把车开过来 把小胖先送去医院 夜兄弟 小胖还没找到 他之前跟小胖在一起 现在不知道藏在哪里了 我去找小胖 你开车将小胖送去医院 小胖不能出事 赵德厚很快来到车子旁边 只是他隐隐约约 听到了一阵轻微的抽气声 小孩的哭声 他不由地一愣 发现了蹲在草丛的小胖 小胖正双手抱着膝盖 脑袋埋在膝盖上面 身体不断颤抖地抽气着 他很害怕 可是又不敢大声地哭 生怕把坏人引来 小胖 赵德厚轻轻把小胖抱了起来 小胖不哭了哈 已经没事了 爸爸妈妈也都没事 走 赵伯伯带你回家 赵德厚把小胖放到副驾驶 然后开着车到了夜三秒身前 找到小胖了 夜三秒一愣 紧接着便释然一笑 赵大哥 谢了 找到了小胖 他便没了任何牵挂 赵德厚没说话 和周德峰一起把小胖抬上车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但是你不要冲动 好吗 方清云轻声说道 夜三秒点了点头 放心吧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方清云还是不放心 刚要说话 夜三秒却开口说道 你去照顾小胖吧 他今天应该吓坏了 方清云深深看了他一眼 记住 你不能出事